一位是本土民主前線的發言人黃太陽先生 然後這位是台師大東亞系的學生 他也是香港人 他叫陳偉業 然後他今天來和太陽做一些交流跟互動 因為我們時間很緊迫 所以我就先把麥克風給他們 然後請他們來做今天的分享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黃太陽 大家好 我是本土民主前線的發言人 我叫黃太陽 大家好 很高興可以來到臺灣 跟那麼多臺灣的市民見面 很感謝基金黨邀請我過來 因為時間比較短 那我就說快一點點 好了 那組織 我們的組織叫本土民主前線 那其實我們的主張已經在我們的名字下面 本土就是我們要捍衛香港本土人的價值跟利益 民主就是我們共同認同的理念 就是民主的理念 主權在民 人民才是那個土地的主人 前線就是我們的不論是我們的抗政守法或是我們的政治主張 其實都在香港跟中共對抗的前線 那我們的理念就很簡單 就是本土民主前線 那各萬的行動 我說一些比較大 就是官服行動 我們發起了一些官服行動 就是針對那些中國來到香港走私水活的那些人 那那個問題其實在香港已經存在了很久很久 但是中香港政府跟中國政府 香港政府一直都跟我們香港人說你們要包容啊包容啊 我們說 但是他們真的影響到我們的生活的時候 他還是叫我們的包容 如果我們 罵那些水活的人的話 他們就會說我們是歧視 排外 發西斯 等等等等的行動 我們當時發起這個行動其實是給主流的全媒去污名化去摸黑 我們是暴徒 我們是發西斯 廢青 等等等等 但是我們沒有沒有因為主流的全媒的的摸黑 我們繼續做我們的行動 因為那時候在大陸不斷的有人來在邊境裡面去搶來搶我們日常的東西 所以令到我們邊境的地區物價不斷提高 有人不斷的在討論區說 我買不到來粉 買不到就是小孩子那些料片什麼什麼的 所以就令到這個關伏行動的出現 就是被迫出現 因為我們要捍衛我們自己的香港人的權益 不要被恥化 是這樣 所以就出他們大陸的不斷的侵入 就促使這個活動的誕生 對 當時其實有很多人攻擊我們 說我們很很暴力 我們很寂靜 但是這個問題其實從2008年開始已經存在了 我們不同的團體 過往 過往 他們嘗試過簽名 簽名行動 遊行 不同不同 和平 理性 非暴力的行動 但是都沒有容 合理非非 我們叫合理非非 還有非 非彰化 對 彰化也不能說 然後 但是我們的香港政府都不會去理會我們 他們就覺得香港人是很好欺負 我們都一直會包容包容包容 那到了一個爆發點 就是我們發起了光復行動 對 光復行動有很多很激烈的 很激烈的衝突 跟那些中國人 然後我們發起了兩次 還有兩次是香港人自發的 然後中共就被迫取消了一千多行 改為一週一行 那現在走私水貨這個問題還在 但是已經沒有之前的那麼嚴重 還有 有一個現來令也出現 就是那些大陸的人 不可以買超過兩罐來返回大陸這樣子 所以這是光復行動一個成功的一個點 對 那 在2016年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應該有聽過 這是羽膽革命 羽膽革命就是 因為我們保護一個富有本土特色的業勢 那警察就搶行清場 我們跟警察有一些衝突 衝突的過程中 警察就對天開了兩槍 然後 香港人就很憤怒啊 然後就有一些很激烈的衝突 那我跟連天齊還有很多香港人 就因為當天的反抗運動 我們被給抓了 然後 他向 告我們 暴動罪 暴動罪 我跟連天齊還有三棟暴動罪 如果暴動罪是判罪的話 我跟連天齊可能面臨七年到十年的牢獄 對 然後我們在二月的時候 我們參加了立法會的選舉 立法會的選舉 我們就透過選舉的過程 把我們的理念 把我們的主張說出來 因為我剛剛也說 本土派的 本土派過去一直一直給污名化 大家都認為我們是廢親啊 發明主派會說我們是中共弊隊 那所以其實其他人沒有什麼 不會去留意 或是不會去認識我們的主張 然後我們透過這一期選舉 把我們的主張說了出來 最後 我們得到了15%的票數 這是一個挺好的程式 已經可以說是非常好的程式 因為 因為如果一六 一二補選 就是 就是那個 如果兩天齊的時候拿了六萬多票 如果換回來 在九月大選 就是剛才那個區域性的大選 如果這個有六萬多票固定 也是給兩天齊 或者本土派的話 就是可以有 一定可以進到立法會這樣子 對 在那個區可以拿到兩席的 對 但是在八月的時候 我們又在參選啊 參選 但是我們的政治立場啊 我們說的話 我們的黨綱都沒有變過 但是政府 就因為 看到我們的政治立場 做一個政治審查 就不給我們參選 好像在台灣就是 如果有一個主張台灣獨立的人 但是政府就不給他參選 現在在香港就是怎樣 那其實他們就是不懂 什麼叫民主 民主就是透過人民的選擇 去選擇一個代表 他的代理師 對嗎 但是政府在人民投票之前 已經有一個C選 那人民的聲音 那支持香港獨立聲音的人 沒有人去代表 那怎樣 他們就不是香港人了嗎 那 但是我們還有我們的Plan B 這是我們的後備計畫 這是支持青年新政 青年新政那兩回議員 待會都會過來 在我們的支持之下 他們出選了三區取得兩席 那本土派的年輕人 就正式進入到立法會 然後就代表本土建制泛民三局 就是定下來 就是三分天下 對對對 對不起 那為什麼香港現在的政治懲罰 其實為什麼會那麼多年來 我們那麼多衝突 因為過去的香港是 大家的印象都是很穩定 很自由 沒有什麼政治活動等等 但是為什麼這幾年來 越來越多的政治行動 這是因為中共對香港的干預 無法武之 我舉一些例子 一國兩季 港人只港 50年不變 是當時中共承諾 香港人的一個承諾 但是50年不變 我們是不是50年也沒有變 現在才19年 我們已經變了很多很多 我們的基本話寫了 保障了我們擁有相普選的權利 相普選就是我們的特首選舉 跟我們的立法會選舉 都可以透過人民一人一票 去選出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立法會 但是因為人大的831決定 奠定了我們的民主之路 已經走到盡頭了 831裡面是決定了 特首的候選人一定要愛國愛黨 而且這是很重要 而且是之後的 就是之後的政改也是要從831為基本 這是非常的很扯的一個事情 這是我們之後如果要民主的選舉的話 他只會給我們一個有稀選的選舉 給一個爛產 給一個爛蘋果 就是馬英狗跟紅壽廚給你們選 你們不能選其他的 因為要經過稀選 對 那所以代表我們香港的民主之路 已經走到盡頭 我們也沒有辦法在體制內去尋求改革 你們可能會問 那你從立法會裡面 你們立法會現在有選舉嗎 那你們選多一些人進去 然後在議會內推動改革 能不能 其實是不能的 因為香港的立法會的結構 是很有問題 我們有70值的議士 但是當中有35值 是功能組別 功能組別就不是有全香港的人去投票 需要一些代表的行業 行業的代表他們去投 但是當中有很多行業 其實已經是西美 或是已經大部分都是親中親政府 他們都是既的利益者 他們都不會 他們就是資本家 那所以我們是沒有辦法在功能組別裡面取得各半 還有就是如果一個議員他要提案 在立法會裡面通過需要分組點票 這是自選 自選那邊跟功能組別那邊 每一班投票 每一組投票都有過半 那功能組別我剛剛講了 我們沒有辦法在功能組別裡面各半 那這代表著其實我們自選的議員進入到 立法會其實是一個否確 只有一個否確權 就是否確政府掉下來的一些政策 我們在立法會裡面 自己的議案是完全是沒有通過的機會 因為建制派完全是控制這個議會 還有就是在一國兩制裡面的二十二條 就是保障 就是說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的政府機關跟他的激發人員 是不能在香港裡面激發 但是銅鑼灣書店是什麼一件回事 銅鑼灣書店就是他們出版一些書籍 但是中共不喜歡 然後他就在香港抓人 那很明顯在破壞 那個一國兩制 港人質感 高度自治 五十年不變 全都是假的 全都是荒言來的 這就是 這就是完全是把 剛才說的 完全是否定中國 就是完全是民權十萬 對 就是我們非常的憤怒 對 還有就是在我們兩個議員 尤衛珍跟梁宋恆 他們在宣誓的時候 他們說了 滋拿 River King of China 然後其實宣誓這個個程 神經我們的特首 跟中共其實是不能干預立法會的決定 因為香港是一個三權分立的 我們的憲法是定明我們擁有三權分立 三權分立 那其實很明顯 他們就是有權 他們不是有權 沒有權 他們都去做 他們就是越權 在社會上 中共其實一直都在侵襲我們的文化 在侵襲我們香港人的主體意識 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2012年的時候 政府推出了德油 德如 德育 及國民教育 可 這就是 提出了一個 政府提出一個方案 就是要新開一個科目給高給中學給小學 就是裡面的內容是非常扯 就是要把共產黨的紅色思想 不斷地利用這個科目去灌輸給 就是我們的我們的新一代 去洗腦我們的下一代 就是如果說你看見國企 國企興起的時候要哭 對這很扯 要哭 對 而且他是在那個小孩子還沒有批判 你還沒有批判思考的時候就把他灌輸 這完全是洗腦 是 所以之後會 之後他們 我們玩之鋒 大家比較熟悉 然後推出了一個 連續十幾天的一個集會 然後政府就 因為很多人出來 去反抗了 然後政府又讓步 說擱置這個科目 但是是擱置了 之後可能會再推了 但是其實現在還沒有推 但是其實國民教育 那種愛國的思想 已經送透在每一個科裡面 譬如說我們的中文科 中文科它的課門 都是在讀中國有多好 等等等等的東西 那已經是變相國民教育了 對 那還有就是鄉飛 鄉飛是什麼 鄉飛 對 就是一些中國的 中國的 就是 他的 他的父母都不是香港人 完全 他們是透過通行證來香港 然後生孩子 然後他們的孩子 是有香港永久性居民 這個權 然後可以享用香港任何的 就是我們普通人的福利 但是他們 他們家是沒有付出過任何的東西給香港 但是孩子就可以享用香港的一切 對 還有他的小孩子 也可以 心請他的父母來到香港 那他們的父母 七年之後就會成回香港人 成為永久居民之後 他們又可以心請他們在 帶中國的那些家人再來 那其實都是一個把中國的 把中國人 积民來到香港的一個 一個制度 對 還有水擴走勢 我剛剛說了 其實水擴走勢 對我們香港人的 造成的影響真的很大很大 譬如說 他們來到我們邊境的地區 購買我們的熱用品 但是邊境的地區 本來其實不是旅遊景點來的 他把那些租金 那些磨價推高 原本 他們吃一個飯 只是80台幣 但是 因為太多太多的中國人來到 他們吃一個飯 要二百多三百台幣 那但是 當區的居民 他其實他們沒有選擇 他們都沒有選擇 太多太多的中國人來到香港 他們是沒沒文化了 他們不會去尊重我們香港人 他們就拿著他們的行李 他們的旅行箱 王冲直撞 發生過很多新聞 就是撞到香港的小孩子 頭撞到地下等等 其實全部都發生過 這個問題 其實從2008年開始已經一直存在 但是我們的政府就不去處理 不去理會 不能說叫我們包容 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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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然後就是跨境的學童 闡渡我們的學會 因為我剛剛說了那些鄉非兒童 他們的父母其實都還沒是香港人的時候 他們都住在深圳 就是跟香港一個很近的中國城市 那一些小學童 他們要接受香港的教育 那他們每一天就過關來到香港 但是邊境的那些小學 中小學 就留一些配額給他們那些跨境的學童 讓讓當區原本的香港人 他們的學生在當區的學校都沒有學位給他們 然後他們要乘一個小時或去到其他地方去讀書 譬如說你是台北人 就是在 你就在淡水 然後要去政大練書 很遠很遠 對 但是他是 也是台北市 也是屬於 但是這個距離很遠 但是 那他們是小學生高中生這樣子 高中學生要這樣每天都這樣子很辛苦 對 對 還有就是 現在已經有超過70%的小學跟中學 都有推行普通話 叫中文 但是香港的官方語言 其實是港語跟英語 他們用普通話叫中文 有一個就是清洗我們下一代 他們對香港這個本來的文化 我們本來的語言 如果他們從小的教育是普通話的話 他們思考的語言就是普通話 那他們思考的語言是普通話的話 他們接受的激性 他們看的媒體 看的電視直播 都是普通話的媒體 普通話的節目 那在香港大部分普通話的媒體 新聞 都是中國的新聞 那慢慢慢慢其實就是用語言去統戰 它的價值觀 那其實中共就是用不同的 在不同的方面 用不同的手法去滲透 去侵襲 我們香港原本跟他們不一樣 我們香港本來的文化 我們去破壞我們的主體意識 還有就是你可以說 你也是大學生 有很多中國來的學生 來到我們香港 很多的大學 建築我們的學府 他們那些大學生來到我們不是說我們不歡迎他們 但是他們的量實在太大 還有就是他們把自己那一套中共文化 覺得自己那一套才是高向的 香港那一套就是你們是港八者 或是没有太好 比如说现在你们看这一幅教片 其实是香港大学的一个叫民主墙 就是可以说一些政治意见 然后可以贴上去 之前有之前 然后被他撕掉 对就是那些中国学生 有些不满意他们的 一些感读的语言什么什么的 然后那些中国留学生 就把它撕掉什么什么 在城市大学那边 对这非常是霸道的做法 对还有就是垄断香港各个工作领域 那这一个其实是港共政府 配合中共去把不同行业的 中国人都输入过来 比如说地盆 我们的工程 其实现在不是真的很需要劳工 但是政府就会说现在的劳工都不够 我们需要输入外劳 但是有一些媒体有一些字节他们都会排到 其实在地盘内是很多人了他们11个人去搬一条银应该是一个人已经可以搬到的铁 因为就是太多人了他们就是找一些字口去输入中国的那些劳工 还有就是医生在今年六月的时候政府尝试去改去把香港当医生的资格 那其实就是把中国的医生大量的引进来引过来香港那些中国的医生他们的指数 我不说他们的牌照可以用钱买买过来啊 对那所以其实对我们的医疗啊 对我们不同方面都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 那我刚刚说了其实根据我们的基本法跟一国两计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部门是不得干预香港 但是其实现在只是主权移交了19年 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到中国的影响在每一个范畴 每一个方面我们都会看到它的影响它的干预 还有就是香港过去其实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城市 我们有我们的言论自由 我们有我们的出版自由 很多新闻自由等等等等 但是自从1997年主权移交了之后 我们的自由也受到打压 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老师的话 你在学校里面讨论香港独立教育局 就会有机会取消你的资格 但是学校就是一个要小朋友或是要学生 开放去思考去学识的地方吗 但是你也有一个框架 只要伤害到你个党你个国的利益的时候 那就什么都不行 那小朋友最后就会变成一个中国的奴隶 中国的奴隶 对那其实香港现在的言论自由也所得很大很大的县计 还有就是在前几天 有一个事情就是黄当跟我们香港的议会 支持香港独立的学生会会讲 冯敬恩 他们去受邀一个电视台的邀请 去拍一个节目叫带着矛盾去旅行 然后因为他们在奴隙的过程 说了一些香港独立啊 等等等等 然后那间电视台就把他们的节目 就是不把它播出去 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是而且是他们就觉得他们对着他们 就是对着黄当跟另外一个黄敬恩的态度也是不好 对香港独立 其实因为基本法里面有一条是23条 23条就是煽动判断国家颠覆罪 就是分裂国家罪大概就是怎样 但是在03年通过的时候 想要通过的时候 因为有50万的香港人走向街头 那最后政府就收回了 就没有通过 但是没有通过了之后 这一条其实他就把它打散 再用不同的法律去捉这些人 我们的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 对 我们的特首 因为他在选举之前 他的特首选举之前 发现了他收取了澳洲一间公司5000万 这是两亿台币 那媒体报道了这一件事情之后 特首就去告他 告他诽谤 但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香港现在的新闻 就是承报 每一天都在攻击梁振英 到现在就是失需了很多事 鬼打鬼 对对对 但是为什么梁振英都不敢去承报 是不是默认他说的是真呢 这不是啊 特首就是 我们的梁振英就是 他去告一些他有能力去打压的人 没有能力因为承报背后是习近平嘛 他就不敢去动 提也不提 那就是特首用他的权力 用不同的手段去干预去打压我们的新闻自由 只要影响到他的话 他就把你杠掉 我们的选举西选 刚刚说了特首的选举 我们要经过西选 但是我们的立华会选举过去其实没有一个没有尝试过去取消一个候选人的资格 但是在今年就发生了 因为我们的我的党有梁天琪还有其他支持香港独立的青年 他们走出来参选 然后政府就不给他们的选举群权利 但是根据基本话里面说每一个香港永久居民他们都拥有选举权跟被选举权 政府这个动作很明显很明显就是违宪的动作 我们已经提出了选举请请 这是向法院请请这个选举的有问题的地方 我们跟律师相谅过香港很多大律师他们每一个都说只要学识个法律的罚官都会碰我们赢了 那就代表政府当时的行为其实纯粹是一个政治操作 不是一个是政治干预 就是那时候有个确认书然后梁天琪确认书里面有说就是要拥护基本法 但是梁天琪已经签他说会 但是之后他也没法去选 然后另外有些泛民的他没有签但是也可以去选 这完全不是法治是已经变成人治的香港 这是很可悲的事情 那个选举的主任他说我认为你不是真心拥护基本法 但是他没有提到我们线细到那个条文啊等等等等 他就是说我认为 他们已经表明了要拥护基本法 这是一个人治的决定 今天他可以因为我们支持香港独立 然后不让我们去选 第二天他可以因为我们主张中国结束一党专政 又不给我们去选 第三天他可以说因为你支持民主 然后你又不可以去选 最后你就不用去选了 全都是他的人了 还有就是台湾其实发生过很多选举的舞弊 照票等等等等的事情 现在今天已经在香港发生了 我们在开票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票站离奇的多了300票 每一个票站都是刚刚好多了300票 那300票是从哪了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那一些票商在送去投票站之前 他们是收在建计派的办公室里面 从建计派的办公室送到投票中心 那个过程他们有没有动过手绝 我们不知道就好像你们去投票的时候发现投票商是在是从国民党的办公室里面 运过来你们会不会相信不会吗 这个就像 这个有点像中立事件 但是很遗憾香港人没有像中立事件一样就是会反抗 只是在旁边说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这样不可以不可以 然后就不了了之 然后到现在没人再提之前发生过的一些中票 而且香港也像之前菲律宾一样有一些票站关灯晚上 对这是很可悲很可恶的事情 到现在是不了了之 对那我们选举又舞弊了 我们面对选举又有问题 我们不能有从制度内去改变我们的政权 但是我们的香港我们香港人的身份也每一天每一天都给清晰 我们香港现在每一天有150个单程证 从中国来的新移民来到香港 我们是没有我们的审批权 大陆审批你过来然后香港是被迫接受 是完全没有否决权 我们没有审批权 我们不知道他在中国他有没有犯罪记录 他在中国他是一个什么的人 他是不是真的来香港去团罪跟家人团罪 我们全都不清楚 在今年的时候有一个新闻是中国里面的新闻 说一个香港的单程证可以用200万人民币去买啊 代表说我们香港的居留群对中国人来说其实付钱就可以来 那我们香港那第一就那么小人已经那么多 我们要控制我们社会的我们的运作我们政府的运作 任何的精裁政裁的的的的切记都必须要根据人口的借口 人好的人好的统计但是我们连人口我们的控制 人口都控制不了的话我们之后的福利政策 我们之后的房屋政策我们怎样去定根本没有办法去定 因为那个那个控制权根本不在我们我们的手上 这是一个人人口殖民的就是把就是把一些就是清洗香港人现在的一些就是反抗的理念 就是希望就是利用更多人就是利用更多的红色思想去掩盖我们这些港独 这些民主的样子 对从1997年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00多万的中国新移民来到香港 香港现在的人口是730万那就代表差不多是六分之一个 每六个香港人就会有一个是中国来的新移民 过去 泛民主派跟一些左交他们会说 那我们同化他们我们教育他们支持民主支持自由支持人权 那他们就会成为我们的选票成为我们的力量 对不对 但是很可惜在今年已经有一份研究报告是大学的研究出来 就是我们要把一个中国新移民的政治立场 捐成香港人一样要多久 要40年 要40年 他们来到香港7年之后他们就可以投票 他们有33年的时间可以投票 他们投票就是投给那些亲中啊宝环啊建计啊中共啊港共那些人 那我们的选业面对着这么多的新移民我们继续去教育继续去教育都不 可他们那么快我们去保护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身份 但是他们每一天每一天150个值是当成证还没有记那些三菲新请过来的的父母 还没有记那些投资移民等等等等 那其实香港现在面对的惩罚就是给中共人口侵袭 那他们那些中国人他们来到香港他们会制成自己的一个邪区 他们自己的一个宣址 他们不会去融入我们香港人的生活 不会认同我们的价值观 他们比如说越来越多很多如果那个地方有很多的新移民的话 那个公园都会给那些新移民霸占 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那些中国的大妈在跳大妈母 对过去的香港是我们很小很小没有看到 但是因为那些人越来越多过去他们跳都是一两个人跳 他们还会尊重我们去把信念调到最小 但是现在他们多人嘛 他们每一次都三十三四十人在跳 然后尝试过有很多香港人走过去 叫他们不要左路啊 叫西线一点啊 但是他们就不听了 他们很凶啊 还很凶凶回我们转头啊 对那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们那一种阶级观的人 在香港越来越多的话 我们本来的香港人就会越来越边缘化 就是文化不断的冲突 然后不断的从中分裂 然后香港就香港的未来就越来越不好 就是这个就是人口殖民的一个共产党想看到的地方 还有就是他其实他也有用那些观光旅客来到统战我们 比如说他开放越来越多的城市 中国人可以来到香港去旅游 会对香港造成一个什么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旅游会单一化 在97年之前 香港是一个很多元文化的城市 不同国家不同地方的人来到香港 香港人都会尊重他们 我们他们都会来到香港 但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文化 他们说话很大声 他们垂出便利 他们不会派对 他们在承担我们的交通工具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礼貌 撞到香港人之后 他们都不会 他们都不会盗窃 那如果我们的下一代看见那一些中国人是怎样的话 我们的下一代会变成如何 比如说我们香港人 我们的家庭就在教育 我们要做一个文明的人 我们要有礼貌 我们要守规矩等等 但是那个我们下一代看到 妈妈我在学校学到我是中国人 但是我看到那些中国人是怎样啊 是不是我们都是一样 我要跟他一样说话那么大声 垂去便利 这就是对我们下一代造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 对 那这就是我们香港人现在面对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去思考如何去解决 那我们香港人的身份是怎样来 从1842年开副以来 其实香港一直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 西方人来到香港 他们那一图价值观 我们认同的话 我们去欺收 华夏文化来到香港 是我们觉得可取的话 我们去欺收 不同地方的人来到 我们都尊重 我们都包容 我们学习他们可取的东西 但是自从1997年之后 政府跟一些外国的人士 不断去说 我们都是中国人啊 我们要学习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文化是很有历史 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大决啊 大家是懂得传人啊 什么什么 对对对 那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开始猛虎了 我觉得我生活在香港 我是香港人 但是中政府 我们的爷爷 我们的学者 我们的泛民主派 他们一直都跟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 但是我觉得我跟中国人还有一大段距离 距离啊 距离啊 不但是距离 我觉得他们是追不到我们啊 那我还是不是中国人呢 在1997年的时候 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大概是31% 这是说大概有31%的人认为自己是香港人 到现在2016年 我们呃 推了那么久本土 我们说了那么久 香港人 现在呃 其实只是进步了一点点 现在有40%的人认为自己是香港人 但是很遗憾 还有40%的人 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他会说自己是中国香港人 或是香港中国人 但是当香港的利益跟中国的利益 对立的时候 他们怎样 那所以现在香港的呃 有很多人他们都会很模糊 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认同 其实是怎样 那本土派其实是怎样来 为什么香港那么久才会出现本土派 其实本土应该是一个常态 你不会 你你在学的时候你选班长 你是1A班 1A班的班长 他不会去服务1B班吧 对不对 1A班的班长应该是服务1A班 但是香港的不是啊 香港的政府是服务中国人 香港的泛民主派是 替中国人谋福利的 不是替香港争取民主 对 帮中国争取民主 不是帮香港争取民主 那所以在香港 那么可悲 我们会出现本土派 就是其实本土应该是common sense 这一个地方的人 那个地方的政府就应该是服务 那个地方的人 那其实怎样来 有一件事情激发到香港人的本土意识 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 在尖沙嘴 尖沙嘴是香港一个旅游 很多中国人来的旅游地区 那那个时候有一间名店叫DNG DNG他就不给香港人在门外拍照 但是他给中国人 他就给中国人在门外拍照 那个时候香港人就开始粉录了 为什么我们香港人 我们过去会香港间隙的那么多东西 我们每一个每一年都需要交税 给政府 但是政府原来是服务中国人 我们香港的乡家 我们的他们那些人 全都是为了中国人的服务 不是为了香港人 那个时候就有很多香港人 走到那个店铺文艾去示威 那最后这间店铺就盗窃了 从那个时候香港人开始去想 儿姐跟他姐的分别 我我者跟他者的分别 究竟我是不是中国人 这一个问题 在2012年的时候 香港承办论成熟了 香港承办论就是把一国两制的最理想的状态写了出来 他也有写到香港跟中国必须要中港区隔 还能才能保障我们香港人的利益 跟中国的利益 但是中共当然不会去认同 不会去想他要操纵他要干预他要把所有他人 伤害到他的利益的东西 都要把他干掉 那本土议事就开始名牙 到2013年的时候 对我们独派一本最重要的论所就是香港民俗论 就出来了 香港民俗论就是以公民民俗主义 去建扣发股我们香港民俗的文化内涵跟身份认同 还有这本书啊 在2014年的时候 我们的特首梁振英 还在立法会里面把这一本书拿出来 公开批评这一本书 在过去其实这一本书是没有什么人了解 但是因为他拿出来之后 很多香港人都知道这本 他是变相推动了港独 我们就就很就戏言就说他是港独之父 就像你们说马英九是台独之父一样 但是我不觉得他是真的真的是间谍或是agent 我觉得他是愚蠢 他觉得公开批评之后 其他人就会根据他去批斗他 但是不会啊 很多人去看好奇去看 然后去了解港独的思想 本来就没有去人这本来不是一个主流 但是现在开始开始越来越多人认识 就是因为他的有一些举动这样子 对然后香港独立 这一个思想就开始在在香港人生中去去想 开始去发展 在2014年雨伞革命爆发了 雨伞革命爆发了之后 香港人开始知道要放弃民主回归论 民主回归论是什么 民主回归论就是当时泛民主派 其实是不是对对就是泛民主派 他欺骗香港人说我们就回归中国 回归爷爷的怀跑 但是我们就透过民主的制度去保障 我们当时中共是承诺给香港有真正的民主 但是雨伞革命就是因为831决定 831决定我刚刚都说了 就是把香港的民主之路撤断 我们没有办法再拿到真正的民主 那香港人就开始去想 我们过去是不是给他骗了 我们现在都没有民主 我们为什么还要回归到中国 那当时香港人还非常的迷思 我们未来应该要怎样 那当时本土的主张都开始有很多香港人认同跟支持 就是台湾我想问就是你刚才说这个 然后如果未来的话 现在主题是未来 如果未来中国会 给香港民主我还未独立 会 因为很简单真的很简单 如果香港已经有民主的话 铜锣湾书店的事情 会不会不发生 不会 因为铜锣湾书店这些事情是在 其实跟政治无关 是跟中共有关 中共它要抓人就抓人 它都没有理会过我们的制度 都没有理会过一国两制 中共的本质 中共就是不守合约的一个国家 在譬如说南中国海的争议上 它都不会跟你说法律啊 不会跟你说道理啊等等 中共就是一个流民政权 我们现在香港的问题不是在制度 不是在我们没有民主 香港的问题在于中共 中共拿着我们的主权 我们一天都不会自由 那所以我说香港独立 是我们香港人唯一的出路 我刚刚说了 香港民俗论给特首点名批评之后 港独意识思想港犯传播 在2016年我们在2月参与补损 我刚刚都说了 我们之前是给污名夸得很厉害 但是因为我们参选了之后 就越来越多的人去了解什么叫本土 什么是香港独立 本土主张 其实本土主义是一种保护的主义 中国的那一套帝国主义 去干预我们香港变垂的自由 他们那一种是一个着用力 那本土主张就是回应它的一个反作用力 对 香港人的国俗主义 香港人的国俗主义 其实很简单 就是基于公民民俗主义 我们认为我们有共同的语言 我们共同的文化 我们有共同的家籍观 共同的历史 我们面对着政治 共同的政治命运 我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我们愿意去守护这些我们认同的家籍 这就是扣成香港民俗的因素的概念 民俗自权其实是什么 民俗自权就是讨论我们香港2047年之后的主权 香港现在的50年不变的象棋 就是到2047年 我们必须要解除香港50年之后 我们的未来要怎样去走 是一国一制回归 原权回归中国 还是继续一国两世 还是香港独立 还有其他方法吗 我们必须要再去讨论 再去讨论 然后 然后 给香港人有一个自却前途的机会 就是把 由香港人去自己决定 他们想要的是那一种生活 或是他们想要的是那一个主权 对 大家那我想问 你要说这个就是 就是你的门 就是你的门友 青年新增的主张 就是民主自却 但是 你是你是主张港独 就是直接要港独 就是直接要港独 而不是 而不是 而不是去 就是民俗自协 自协 的权利 但是因为香港历史的因素 我们在 我们过去 其实一直都是英国的 集民地 但是因为英国跟中国 他们私底下 已经 谈好了 把香港 告回中国 然后 中国进入到联合国之后 把香港跟澳门 把香港跟澳门的名字 就是我们 从 集民地 提出的历史 跟我们 我们 当时没有 这个权利的 整整个 整个 整个 整个事情 要跟联合国 重新来多一次 要 要把这个民族 自却就是 自觉 自觉 然后要提出来 对 那 在自协的 过程中 那会不会 遇到 就是 太多中国人 来到香港 然后 他们投票 支持 回归中国 对 就是对 有可能的 那所以 我们提出的是 民俗自协 不是 民主自协 民主自协 民主自协就是 香港这一个地方 他有投票权 他就可以去投票 但是我们不是 这一个 我们支持的是 民俗自协 只有香港民主 他才有一个权利 去确定 他们 自己的未来 那 一国一制 我们香港民俗 当然不会 正统 我们不是中国人 一国两制 过去 应该很多 香港人是认同的 如果 一国两制 是真的话 但是 已经 习行了19年 已经变样了 已经变样了 我们都看到 一国两制在 中国的底下 没有可能 我们会要 真正的自治 那回忆的方法 只有香港独立 这一条路 香港独立 就是全命 否定 中共在香港 施政的政治 重新 就是建立 建立起来 然后 才会有一个赢的机会 我们 从三个方面 去做一些准备的工作 第一 就是以会内抗争 就是 把一些出卖香港人的政策 去抵抗 不让他通过 这一些 其实都是买时间 买时间 把中国化的速度 减慢 我们香港人 还有更加多的时间 发展我们自己的本土文化 我们的身份认同 等等 还有就是利用立法会的平台 去宣传我们的理念 比如说 游魏正跟梁宋恒 他们只是顺势 还没有当议员 但是 HK is not China 这一个 陶片 已经在国际上 每一个媒体都出现过 那现在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香港有两位 良青人的 民选的 立法会议员 他们认为HK is not China 那大家都知道 人来香港的下一代 是怎样想 他们认为香港跟中国是不同的 这一个概念输出到 其他地方之后 他们就开始可以关注 他们就可以支援我们 支持我们 更加多人知道 还有这是最先席 最先席的 这是资源 因为 对方民主派 他们已经发展了很久很久 他们已经很稳定的 有收入 他们很稳定的 有资源去发展 他们的政治工作 但是我们 独派跟本土派 其实才刚刚起步 我们真的很需要资源去发展 去壮大 比如说我们要去派传单 宣传我们的理念 派传单都是钱啊 我们都是一群年轻人 没有资源去支持我们的话 我们如何去壮大 那个立法会在香港 那个薪金是很高 就是有40万台币一个月 然后有 然后另外还有80万台币的一些补助 他们去供 去他们请一些助理的样子 所以这个 我们要争取去进入立法会 就是要拿到资源 然后在里面发声 然后利用里面的发声 然后全媒去广播 就是把这个信念传出去就是这样子 对还有就是以会外的抗争 好像官服行动一样 我们发起了一些激烈的行动 最后就波使政府去改变一些政策 我们其实都是买时间啊 就是买一些时间 给我们多一些空间去发展 透过宣传去建扣香港民主的主体意识 香港人现在我刚刚都说 还有40多个趴 他们还不清楚就是香港人跟中国人 我们就需要透过宣传 我们香港人这个身份给他们知道 香港人的兔特性 我们香港人不是中国人 透过宣传让他们知道 然后就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我们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看着嘛就是像鱼干革命 你跟两天七已经有一个暴动罪 然后你们之后可能会坐牢 然后我想问你们之后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 就是因为你们这两个灵魂人物都可能坐牢了 然后可能发展有点速度有点变慢 你又怎么说呢 其实在一个这么长的运动 或是这个独立运动 一个人两个人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理念 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理念去扩散 让感染更加多的人加入 然后我们去西心 或是我们去阻牢 外面还有其他的人继续去做 然后他们又西心了 再下一批不断去做 台湾也是啊 台湾的民主运动走过那么多年 有这么多不同的人 他们就是西心 然后可能是流满海外 然后他们的动作感动了其他的人 其他又走出来 然后要做一些东西 其实每一个国家的独立运动 或是民主运动都是同样 那不是放在一个人两个人上面 是放在一个理念上面 在国际上我们就需要连接 其他地方的反共战友 譬如说台湾啊 施藏啊 新疆啊 内蒙 其实我们都是 大家都是受到中共的影响 中共的压迫 我们不能各自为政 我们必须要连接我们的力量 那一边有事 或是那一边需要资源 我们就支持它 因为每一个分别的地区 他们的独立运动 其实都在给中共一个压力 如果台湾的台独青年 他们继续去推动台独 香港的独立青年继续去推动港独的话 每一个地方 他们的分离主张 会越来越多人支持 越来越多人支持的话 中共的政权 它的合法性 就会受到挑战 然后他们内部的压力 比如说我们把分离的主义 输到中国的国内 然后中国的国内他们的人都开始和上海独立 广州独立 等等 那就是在分裂中共啊 因为中共一天不倒台的话 其实我们一天都还在受着它的威胁 那我们就必须要更主动 主动的去让它倒台 对 那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就想说就是 现在有个香港立法会委员梁国雄 他就说 现在香港是处于一个美丽岛事件的时期 对 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啊 因为香港人没有那么勇武 就是 对 就是 呃 其实香港 现在就是感动这个声音 就像50年代 台湾雷震 然后他 然后他要 要阻挡参政 退出一个民主 然后蒋介石都不给他 然后就 他也不断 他不理蒋介石 然后不断的 把这个理念不断说出来 然后最后被强权倒压 我觉得这个 这个其实也像 香港人家港独的声音 就是不断的被打压 但是 但是 虽然雷震 他被打压 被坐牢 坐十年 然后但是之后 也有不断的 台湾有不断的 之后 有一美丽岛事件 就是促死了 台湾走进民主 所以 我觉得 有一个人 被坐牢 他刚才说这样子 之后会不断的 有人出来 有人出来去 说感度好 什么什么好 就是不断的把这个理念说出来 最后 香港会走到美好未来 这是时间是漫长的 就是我们 所以我们 很多人都说 台湾是我们的禁止 就是我们会参考台湾 所以就是 我们是不断的 所以这个交流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可以在 就像很 激进来要邀请了台湾来这里 就是来这里台湾去交流 去学习这里的民主进程 去实质去看 然后把这个去理念 然后去 去再来香港去 去摸索 然后去改进 什么什么的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港台交流是很重要 所以 因为这个 因为你们 台湾的一个 民主进程 对我们是完全是 因为现在的 以前的国民党 就像现在的共产党一样 不断的压迫 反对的声音 所以这个 大家都加油 我觉得要团结 反共力要团结 不然的话 中共的魔掌 会不断的盛言在各地 然后我们就 一却不起 一却不正 这是不行的 所以大家要团结 对 对 那有没有问题 好 我们 大概有 大概十到十五分钟的时间 让大家提问 好 谢谢 这个先生 好不好 就是 您好 您好 那想请教您的问题 前几天 令以珍先生在《苹果日报》 发表了一个 关于未来港独 可能路径的想法 他指出说 目前 港独自决派 是声音开始大了起来 但他还注意到说 其中是分很多派别 而且派别的期益当中 其益是很大 可能会影响到 整个运动的发展 那他还指出说 虽然自决派的 力量越来越大 但是他 目前还是泛民占主流 特别是那些 大中华意识 比较强烈的 知识分子 还是占了 香港知识权 很大的 话语权 他主张说 自决派 是否有可能说 能够在 在 独派这一块 能够在团结 进行一个对话 可能的同时 也试着跟泛民 以及那些 反共 但是仍然是 大中国情绪浓厚的知识界 建立某种可能的 对话 以及合作管道 作为未来 以后 渐进式的 追求香港自主性 甚至独立的 基础 他认为说 这对港独自决派 是很重要的 那我想请教您 就您所了解 在自决派 的圈子当中 适合 考虑过这种 更大可能的 合作难途的可能性 就是以 电影真先生 他的经营来进行 发展展 明白 谢谢 其实合作 不是我们单方面 合作 就可以合作 要其他人都认同 需要合作的时候 就合作 那现在还 因为 各网的 因缘太多 还有 大家的分歧 都解去不了 那我觉得 现在 还不是一个时候 去抢行说 我们要合作 我们要合作 但是我们 在一个 时机 发生之后 其实我们 是不会排除 跟任何 派别的合作 可能性 对 但是现在 其实还在一个 播种的阶段 大家都在播种 大家都在播种 那 谈合作 还很早 还是早 如果进行第一次 最后 这样的感情是存在的 对 是存在的 绝对是存在的 对 你好 喂喂 大家好 我是 我英台英国 我稍后 請阿姨 跟我 翻译了 就是说 我第一次 我认识了 我以前是 刚才在离家的时候 那时候 就是 看你站在那台 车上 拿那个 对 对 叫什么 speaker 的那张照片 我看你 就是 我 就听你 有一个 圆胸 下去 所以你有留 留一批 那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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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公文章 他 用你的武器 打出来 那时候 我很感动 我感到 我自己是一个 我因为 中华民国 你刚才说的 市民的问题 我因为 中华民国的市民 给我是一个 我无计言 我也是无计言 无国家的人 但是我听你 有看到 有那么好的武器 说 那么坚定的 文理 我真的 很感动 今天 你来这 我感觉 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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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完蛋 我们今年 你是香港的 本土派 我们的基金也是 台湾的 本土派 但是我们 在交流 我们今年 要赢北京的 我感觉 很減少 一无猜 所以 我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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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 第一次 我看到黄桑 是在几个月 当 你 在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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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说 你一个大声 我可以说 大声 的 对 美国 的 中国 那 我可以看到 你 在说 你 这样 所以 我可以看到 我們來聊一聊 所以因為那一段時間 我感到很羨慕 你們在香港的本土牌 我們在台灣的本土牌 為什麼我們在漫漫說話 真的很對不起 不是不是 你的不對 就是因為我們自己的 我們自己也是 不是你的問題 我只是覺得很不懂 聽不到你說自己的話 明白 這是頭一項 第二項就是說 我想要說一句 我有聽你的記者會 Conference裡面 你有說到一句話 我覺得對我來說一點 沒辦法接受到想要 拿出來跟大家討論 就是說 你說到 現在的台灣 現在的台灣 比很多華人的地區 都自由民主 這句話我覺得很危險 第一項 你剛才說通禁通禁 對我來說 你叫我華人 我就覺得是通禁 所以我沒有愛 我作為一個台灣人 我沒有愛人叫華人 這是頭一項 我的建議也是說 你如果真的要走 香港的道理 我的建議也是 不要贏這兩年 因為 你說文化很多就是 不要 就是 你應該了解 我知道你應該 沒有跟你想要 就是 因為很多台灣人這樣贏 但是作為一個 我認為我是本土牌的人 我沒有願意贏 這是頭一項 我聽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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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聽到嗎 要求他民主 要怎麼要求他自由 他都是一個事物 所以我沒辦法贊同說 贊同就是什麼 我的台語也是弟弟在學 我沒辦法林鄧說 就是只把台灣放作說 台灣是為了要進出民主 要進出自由 台灣是要進出我們台灣人 自己的國家 所以我希望就是可以讓你了解這點 明白 謝謝你 太陽或是唯業有針對他剛才說的 沒有 就是剛才那個是小雅 他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就是希望就是覺得很遺憾就是 就是那個太陽他不能夠用那個 那個港語來跟我們分享 那我也沒有辦法用台語來跟大家講 也很抱歉 因為 可以 可以 他可以用王國華講 就是 就是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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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覺得遺憾這樣子 那 好 那這樣我們再一個問題 可以看 先 我想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要站出來嗎 我想問兩個問題 我大概這十年來 因為我是中學老師 我有跟香港的就是 Hitory Teaching Education的機構有一些聯絡 然後我發現 最早的是 決定要那個 國民教育要不要上 那個歷史課問題 然後我們開始有聯絡 然後我這十年發現有一個現象 就是說 第一個是香港的歷史課程 就是在每個學校的情況是沒有保障的 然後他們的老師也跟我說 就是說 目前的狀態就是歷史文化課程 你們可能就會全面失守這樣子 然後他說語言大概也會這個樣子 那面對這樣的狀態 我想你有什麼看法 而且這個制度似乎你沒有辦法決定這樣子 就這個部分 我的看法是很好奇 另外一部分是 前一陣子我關注一個新聞 就是立法局宣誓有兩位議員的這個事件 就是說因為支那的事件 那看樣子好像有可能會被取消資格 然後而且好像裡面有一個爭議讓我們 讓我覺得很驚訝 就是好像是希望人大那邊釋法 對為什麼 為什麼要中國的人大幫香港解釋基本法 這是什麼策略就是完全不能理解這樣 我想問這兩個問題謝謝 我想回應你第一條問題 其實我們從制度內我們只能去盡力的抵抗 盡力的反抗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沒有力量去抵抗的話 我們只能從教育外 就是從街頭 制度外 制度外 或是我們依所有我們可行的方法去推動我們本土的文化 比如說港語啊正體制啊 香港歷史啊香港歷史 其實現在是很薄弱的在中學裡面學的那一些 其實大部分都需要透過我們的宣傳之後 有些人他們自己去買書看 那所以我們只能做我們有辦法去做 但是我覺得還好就是 呃現在其實有超過次成的呃香港 兩千年是支持香港獨立 那我們這一代的人我們成長了之後 在每一個每一個社會的層面 我們每一個工作的範疇的崗毀裡面 他們都可以發揮他們發揮他們的發揮他們自己的作用 我覺得這個從從社會上去推動本本土文化 我覺得跟教育跟制度的教育可以去對抗 可以去對抗 比如說呃你們台灣的本土運動也有推廣 推廣台語台語運動對不對 那其實你們你們學學小有沒有學台語的 多不多 呃現在現在的國小有那在在我這一代大概六六十到七到八零 八零元代之前的都沒有 但是你們為什麼會 我們就為什麼會台語大大部分是家庭 有些有些人他可能從小他的家庭他可能阿公阿嬤他會講台語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自己學這樣子 對 那我們只能從只能去推動他們自己去學自己去接住 還有我們的感動畫歌啊我們的電影呢 我們把這些文化都推動的話 那他們接住的機會就比較多 第二個問題就是 第二個問題是 為什麼人大 人大司法 其實這是基本化的裡面的條文 這是 這是基本化的最終西法權在人大 這是基本化起草的時候已經一直存在 然後之前您 千西年代的時候已經施過一次法 那個是要討論那個 可不可以雙飛來生孩子 就是因為人大司法所以之後 所以人大司法說 你在就是不論你是什麼國際人 你在這裡生孩子 你就你的孩子就有香港的居民權 就是這個是透過了人大司法 而決定這個 所以之前已經有案例有一次 對 99年的時候其實 基本有沒有事實 後來別的問題就是 這比較大案件就是這個 99年這個第一次 對 其實他們香港他們的政治 其實就是在中國的操控之下 所以說 它除了他們基本法就是由人大那邊來決定之外 比如說像現在就是 港人就是每天有150個人來港 對 它那個審批權也是由中國那邊來決定 他們香港政府那裡完全就是沒有那一個 他們來我們只可以接受 對對對 所以其實就是 所以他們香港是完全就是在中國 好奇 為什麼 這邊很不合理 為什麼就抵抗 所以他們現在起來抵抗 對啊 所以他們現在起來喊 所以現在香港有另外一個本土派也是 就是熱府城 然後他們推出一個修改基本法 然後用 永續基本法 對 修改永續基本法這樣子 對對對 對 但是那個是比較 比較隱晦的感度 但是那個是要從制度類去改革 但是我們看到 要修改這個基本法 要得到北京的同意 然後這個是 比較 比較難這個 這個 有點難 對 所以他們就香港他們才喊香港自治 然後到香港獨立這樣 立法會裡面三分鐘要通過 對對對 對對對 這完全是 很可悲 所以我們現在要在制度外去對抗 因為制度類 剛才說已經是完全是 已經走到盡頭了 對 所以我們就不斷的有一些雨戰革命出現了 有些雨戰革命什麼什麼的 對對對 這被迫去做 所以我們下一個座談的題目就是 中國威脅下的港台青年參政苦行路 就是待會就是會有那個 香港的那個議員 楊宋恆跟尤惠珍他們兩人到現場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我們 我們現在先休息十分鐘 那可能等一下場地需要再重新調整一下 謝謝各位